又大又急的白雪让黑龙江行人每走一步都得花更大的力气 积雪加上道路结冰对行驶车辆更是一大挑战 出动清雪车吧台清雪人员400多人 及时清运路面积雪 同时交警部门也加强道路巡逻管控 受到新一波冷空气影响 大陆北方气温骤降多地饱受大雪之苦 青海一天内气温掉了10度 市区轿车民宅都覆盖上厚厚一层白雪 甘肃国道部分路段还因为道路结冰积雪太深 暂时封闭 内蒙古迎来了一次明显的雨雪寒潮天气过程 全区大补气温都将下降4到8度 当地气象台启动了京东首个重大气象灾害暴雪四级应急响应 北方除了严防暴雪灾害 同样麻烦的还有大雾 山中多地能见度小于50公尺 本来我们想今天回济南 然后现在高速封了 所以我们选了走还是走下的 我们安全第一 另外包括北京天津从11号开始 也出现大雨加上大雾 能见度不到500公尺 导致多地发生轿车追撞事故 TVBS新闻谢谢杏林敏珍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